干嘛 把人家车刮滑了 把人家车刮滑了是吧 然后当时是不是被别人发现了 监控查到了 监控查到了你 现在告诉你啊 如实供诉你自己的同伙 可以获得减轻准罚的钱 反正这是第一次啊 第二次的话可能就 我就不原谅你了啊 反正男子汉大丈夫 你有事就该承担就承担 对吧 然后这几年的那个 在家里面帮妈妈收拾一下家屋洗个碗 洗洗洗洗个碗 五毛钱这么算啊 你管满四千枚子啊